我直接问主委员啦 我们刚刚前面小时就来讨论说 还有我们的投票内容也在问嘛 就是柯文哲他撂出来说 那蓝白若合不好立委 一定会受冲击 在你的选区 如果今天蓝白和谭不拢 对你会造成你自己遇过多大的冲击 过去蓝白都没有合 我也走了四个月啦 对不对 我觉得选举是这样 我们需要更多加分的力量 可是我们不能说 我少了哪一个我就会落选 那样代表说候选人自己不及格 要靠别人 对候选人自己不及格 所以我一直在说嘛 蓝白有合作 柯文哲如果说有服选 那叫加分 但如果没有这个加分 我们还是要有赢的准备嘛 去年这个市长选举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最近都举这个例子 去年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泛兰出身的黄珊珊 不要让陈时中得利 我们一开始也很害怕嘛 希望说可以先整合成一组 结果黄珊珊副市长说 国民党没出席 只要靠别人 OK好吧 讲成这样也蛮难听的了 国民党再继续去拜托 就有一点拿热脸去贴两屁股了 万安就这样选下去了 最后选举的结果是很漂亮的 而且是赢得还蛮不错的 这个代表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在选举过程 我们当然希望朋友多敌人少 但我们不可能为了 要多交一个朋友 然后无限度的让 或者是说打乱了自己选举的步伐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小鸡 开始在走自己包括安排竞选总部成立的这个时程点 然后邀国民党的一些母鸡 韩国瑜啦 侯友宜啦 等等的来造势跟这个站台 日子还是要过啊 日子不能围绕着柯文哲一个人啊 刚刚在讲说这个联合政府可以联合啊 但你要先签好是蓝白联合啊 因为在台北市的时候 柯市长又用了很多民进党的局处手长 如果在中央蓝白合作底下胜选了 结果你还要分几个给民进党的当部会手长 那下架民进党不是在搞笑吗 那个还叫什么政党政治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坦白说我没有反对用民调来决胜负 我前几天跟杨宝珍 民众党的杨宝珍在另外一个节目上 他说这个开放式民主初选 要去投票 万一有民进党的来灌水怎么办 那个政党认同卡可以闭着眼睛签啊 我说啊对啊 你就不怕接到民调电话的那一个人 是民进党就对了 不要忘了 词通里面有试通都会是接到民进党 因为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是没办法排绿的 即便你问问题 他还是可以给你瞎扯 那如果最后蓝白很努力的要戳上一组人 然后透过民调电话 结果是被试成的民进党的支持者 用策略性的民调来左右的话 不管得利的是谁 都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任何制度都有他的缺点或优点 但是谈判一定是这样 你开你的架 我开我的架 第二次再来互相让一点 但是如果有一方说 我反正就是开这个架 要不要随你 这个叫做没有谈判的诚意 所以我一直跟国民党的不管是黄梓泽也好 不要去讲说怪罪对方的话 谁是战犯什么 讲这个话不好 但是如果民众党开出来条件就是 一定要听我的 否则就是你就是没有和的诚意 坦白说啦 讲这个话才叫做没有和的诚意啦 那昨天有一个跟民众党跟柯市长很熟的人跟我讲说 哎呀你们就没有看懂民众党的这一局棋嘛 民众党对于总统大选这一盘 没有一定要赢 因为他想要的是国会席次极大化 对于总统没有一定要赢 可是你们国民党是非常想要赢 那所以你们就被吃狗狗嘛 我不一定要赢啊 我不一定要赢啊 有跟没有无差 我就选到底啊 可是你国民党因为非常想要赢 所以你就要任他来喊价 这个跟民众党很熟的人就跟我讲说 我们就是没有看懂这一盘棋 没有我们看懂了 可是你看懂又怎么样呢 就是因为国民党非常想要赢 非常想要政党轮替 所以我们明知道我们现在被绕着带着转 我们还是要被带着转 你说金鲁冲讲那个开放式初选 我也觉得很复杂 可是我就说嘛 谈判的过程你不可能说 好啦好啦我都听你的 那还谈个什么鬼 一定是各喊各的价嘛 然后你就是要第二次嘛 你可以让一些什么 我可以让一些什么嘛 对不对 好那再来民众党昨天说 这个他们的民调方案一是纳入郭台铭 你有沒有问过郭董要不要 那他也要同意啊 不然你纳入 结果我们选完郭董说我要跟你算了 那不是又回到原点又要再去整合第二阶段吗 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个蓝白先决定要不要合 然后合作什么 不是先去谈说怎么定生死 现在可主席是一直在讲怎么定生死 我就一直在讲民众期待是蓝白怎么合作 选举的时候怎么合作 你帮我站台我帮你站台 选举中间合作 国会未来怎么样 政府院长的龙头要拿下来怎么合作 联合政府怎么合作 甚至乃至于可以到2026年地方选举 是不是也要先谈合作 因为民众比较小 他们一直怕我们吃掉他嘛 黄珊珊一直说合了以后会被吃掉 好了那我们先把这些谈清楚嘛 国民党仍让的 你希望国民党让的 大家谈清楚 然后公开 为什么要公开 民进党说我们分赞啊 不对分赞是要有张物 而且不敢让人家知道的叫分赞 我们公开我们合作的方案 未来国会怎么合作 政策怎么合作 联合政府怎么合作 2026年民众党现有的执政县市 国民党可不会离让 一次谈两次选举 然后让选民来看 我觉得你们这样的合作方案 不错 我投票 那这个叫做光明正大 这不是只谈个人的权位 或者是说蓝白先订枸杞 这柯文哲的原本的做法 他不是要合作 他叫订枸杞 你死我活先来一轮 他不是说了吗 我们都在想下架的是赖清德 你在想银柯文哲 不是吧 你一开始的方案就是 你在想要怎么样吃掉侯友仪 怎么样吃掉国民党 可是我们不敢想 我们要去吃掉你们 所以我觉得谈到现在 你问我 我已经觉得 算了不要合也没关系了 我们立委就好好选下去 不要合作 但是我希望有个底线 大家要和平 蓝白不要互相攻击 我觉得起码大家有一个公约对外宣示 好啦 不知道我们就DNA不合 我们就感情谈不来 条件谈不来 各自兄弟登山 我们有支持者的期待 但是我们愿意遵守和平的协定 我们一致监督民进党 那可以先这样吧 可以先这样吧 如果连这样都做不到的话 那我想赖清德真的就躺在那边就可以了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蓝白河 我们就用欧洲最喜欢德国每次选举说 这变成哪一个国家的联合政府吗 蓝白河是芬兰的颜色 然后绿如果白 白跟绿的河 奈吉利亚 你去比较一下 然后蓝白绿都在一起变成狮子山了 更糟糕了 所以我们就用国旗的颜色去比一下 感谢延教授用话读到的观点来帮我们去自己想象一下 感谢一些网友的斗内CYYC斗内说 支持侯友宜支持韩总走自己的路 赞成熟慧的观点靠自己才是康庄大道 感谢DaVinci的斗内 他说为什么要对中天转成了民众之声特别有感 因为上一拍一直有很多人在举柯文哲的话 柯文哲的话有这么重要吗 另外他也讲这个柯P在台北执政就没有政绩 如果柯P真的这么好去年就是黄珊珊赢了 更别忘了柯P连任就靠作弊赢了几千票 感谢LOVE含含严严的斗内 他说支持侯韩佩 赶快冲别浪费时间搞蓝白盒了 感谢胖班淑的斗内说 不讨厌柯P是因为疫情时间他打绿打最凶 快筛阳急确诊 痛批高端疫苗 每天疫情记者会做出了快又正确的决定 那如果韩市长一定也是痛打绿 那反观我们的侯呢 感谢这个是Jack JK的斗内说 开放式民主初选不是优点缺点的问题 是根本不可行 没时间没钱没经验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初选是州政府办的而已 而且要跑一年以上 不要再讲什么优缺点了 讲讲可行性啊 否则就是像之前 连规则都搞不清楚 就被黑箱给弄掉了 感谢观众朋友 我们的斗内发表您的意见看法 如果您认为我们哪一边 特别没念的话 欢迎您再斗一次 我一定念 来我们请汉年议员帮我们来讲讲这个昨天出来的靖新闻 我觉得他昨天出的这份民调其实蛮宽的哦 不同方向 不过我想先请你跟我讲的是区域立委 跟不分区立委政党票的这一块 几乎是同灯同分 蓝绿五五波都是一样的结果 先看会影响不分区立委上几席的政党票部分 投给哪一个党 民进党29.7 国民党29.3 而民进党的地方已经是跌破三成 而且是比上一次做调查是少了1.6个百分点 蓝营小跌了0.5个百分点 而民众党的部分在这边 百分之16.6 那讲到如果是区域立委的话 明天就是投票日 居然做出了一模一样的结果 都是27.7 而民众党百分之10.7 那等于呢 已经全部都回到原点 本来很多人认为说 这一次有没有可能 这个绿营的政党票 可以再压低一些 可是我看到的结果 领先啦 当然是有掉下来 不过还是差不多啊 伯仲之间 这应该是已经压低的状况 因为即便在这就是 近新闻他之前所做出来 賴清德的支持都是超过三成 好歹有32% 35% 所以賴清德的支持度有35% 但为什么愿意政党票投给民进党的 竟然不到30%呢 那多的那几%是怎么样呢 那就表示说 他不喜欢民进党这个政党 所以就此来看的话 賴清德给民进党是加分的 就我总统投賴清德 但我的立委 我的区域立委 或者是我的不分区的政党票 我要投给其他的 他可能投给 但你如果去算一下 你说他可能投给激进党吗 或者是时代力量吗 但加一加也没有加到賴清德的支持度啊 所以那到底这些总统投賴清德 但政党票他投给谁的 跑去哪里了 这个可能是魏表态吗 或者投到台湾民众党 这个不知道 暂时报一个大疑问 但同样的来看 你说国民党侯友宜 目前的民调 基本的应该没有超过25% 就如果依照他们自己的民调 所以国民党侯友宜没超过25% 可是他的区域跟不分区都超过25% 这表示什么 表示国民党目前是大于侯友宜 或者说小鸡是大于侯友宜的 这反而才是侯友宜市长要去加油的地方 因为你自己的支持者 投你立委的 结果呢 没有投给你的总统 那当然是总统候选要加油啊 对民进党来说表示什么 是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要加油哦 对不对 可是呢对于国民党来说 是总统候选人要加油 那当然如果我们从民众党这边来看 也是一样嘛 那可是呢因为民众党不准 为什么 因为民众党本来就没有提很多区域立委啊 所以你问说区域立委当中 你会投给哪一个 为什么柯文哲好歹也有20% 那为什么只有10%要支持他 因为民众党没有投区域嘛 那在不分区当中啊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柯文哲好歹也有个两成支持度 那为什么在不分区当中 他只有16%呢 那其他的那些可能是什么 就表示说 这一些他可能是投给国民党 对吧 所以当中就能够看到出差异 就有一些政党票盖国民党的人 但他的总统票是投给柯文哲的 就分裂投票的现象 确实存在 那这也表现出来了 目前呢 柯文哲还仍然有一部分 所谓蓝营的支持者的选票 那么这些蓝营的支持者选票 你就说你看他这个过去支持国民党 是不是叛党了 他没叛党了 他在政党票当中是支持国民党啊 所以我认为这份民调能够展现出来 比较特别的意义在于说 我们要去比较总统跟这个政党票之间 一些支持的差距 从而才能够给你身为立委 然后以及呢 如果你是政党名单的话的一些状况 那不过呢 这到目前为止啊 这个都只是很初步的分析 或是印象分 因为最终还是大家要稍微关心一下 那名单上提出来的是谁 而且名单可能也会成为 新一波攻击的对象 那提的好或者是提的坏 都还有很多操作的空间 所以如果说 这个只要提的人有问题啦 那当然也看对方有没有攻击 如果民进党比如说提名了一些 有钱科的啦 然后呢这个官说的啦 贪污舞弊的啦 那我们在野党要攻击啊 那如果不攻击的话就被人家 嘻哩呼噜又过去了啊 对不对 那不客气的说 2020年民进党搞一个全民下架无私怀 那当时呢我们就发起 我就说那我们可以全民下架科建民 因为科建民就是 标准的官说司法的官说老二 对吧 可是呢 那我就跟国民党的朋友 群组里面说 我们也可以来搞一个同样 当时淑慧有响应 很开心 罗志强跟这个也有响应 结果其他人呢 就把这个东西拿去乱改 然后就开始讲说 我主张就是去讲一些别人的 你看可惜这个炮火就没有集中 所以当然啦 就未来如果有出来的话 那一样 就是针对名单上面的人 都还要再进行攻击跟进行针鞭 那也希望各政党都能够提出很好的人 那当然也欢迎呢 也能够如果新党提出好的人选 也欢迎政党票能够投给新党 感谢我们的网友放胖番薯的董内 他说建议汉庭很多人质疑 你跟张思刚没有民调 你就当蓝白河的范例吧 先举办两人辩论或证监会 再协调要民调或初选等其他方式 不然当地选民很难抉择 欢迎啊我都可以啊 就我都可以我都欢迎 但是欢迎要来谈 然后不要只是媒体放话或者是假消息 闫教授同一份民调有一个我觉得蛮吊诡的 我觉得这个整个民调看起来 怎么都是一直呈现五五波的情况 连这样的问题也是喔 国造的浅见疑似泄密的相关新闻频传 你认为这件事对哪一位总统候选人的 选情负面影响最大 当然有46.3%的人是没有投票 没有表态的啦 但是有25.7%认为赖清德 25.2%是侯友宜 那我们在整起事件的发展 一开始应该要痛打马文君 甚至有一度传出来说 接下来民运党的这个方向又要回归到了 投给国民党就是卖台啊 投给国民党上架共产党 可是到了后期随着郭喜的翻车 随着这个我们听到的是 黄树光也请人不要再讲了喔 那我没有想到是 其实赖清德的损伤也不大 那这结果其实等于没错 25.7对25.2 这个你觉得是贴近的实际的状况吗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你执政的是民进党嘛 那然后你这个浅见 还是有些争议 所以有些人觉得说 今天民进党也没有处理好 然后包括这个 所有跟外国的这些 这个工程单位的这些签约也好 或者都有些 大家都会有很多的疑问 所以这个今天出来了 有些人会认为那女民进党 整个在造建的过程 潜建国造的过程当中 是有很多比较见不得人的地方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一开始打的是马文军 打的是说怎么搞 好像跟这个就是卖台有关系 那当然国民党就要承受嘛 你看为什么但还没有人就说是 柯文哲有关系 因为他两边都不是嘛 所以柯文哲这个 受到这个冲击是最小的 然后很多人真的是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我觉得接近一半的人 没有什么意见 这个大概符合台湾现在的政治生态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讲不清 就好像现在以哈马斯 跟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各说各话 有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也是会讲不清 那如果说你今天有了一个既定的立场 很可能就会到时候发现结果 跟你想象不一样 你就会有很大的这个落差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很多人没有办法厘清的时候 那就有一半没有表态 然后剩下的各一半 蓝绿各打50大板 那我们这个来看看阿凤这个网友的斗内 他说淑惠一边说的好 希望国民党也能够有志气一点 不要一直送脸给柯文哲 还有民众党打 感谢我们关注朋友们的斗内 再我们等一下要准备进一段广告 但广告回来就来看看 就是不论怎么样55分55分 其实对于赖清德来说 我们刚前面就已经讲他是如何的 去解读说蓝白要合的话 他是有种说风凉话 我其实刚也还没有补充特别一句 就是许立民在民党他们自己的内部 他们也在讲嘛 他们就说呢看起来呢 这个双方啊蓝白谈得有点僵啊 但我们民进党会谨慎看待 但是昨天赖清德也特别去在浮选的时候 他就喊出来了说 哇让游席坤水牛伯 再占立委 再占这个国会 然后再领导国会 大家想说天啊水牛伯有想要这样吗 当然赖清德喊出这一席话是有道理的 就是因为我们还特别帮你整理出来了 因为派系要平衡 因为派系一个都不能少 通通都还是得归队 民进党也不是都没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 那他是什么派系呢就是政国会嘛 游席坤为首啊 那但是其他的像之前的大哥林嘉隆 因为他现在被困在总统府 一样也被困住的 还有是被困在我们行政院内政部的林又昌 那除此之外呢 陈欧波因为IMB的事件 所以这一次他立委是不能选的 蔡世英也一样哦 之前有论文的争议 然后呢他后来自己也宣布 将不会参战連任他的立委的这个之路 所以我们看起来是赖清德喊出了 让游席坤在领导国会 不知道身为真的不希望 国会在一党独大 尤其游席坤还要继续做下去的选民 会听完怎么想 我们今天也有讲到说 关于这个 刚刚这个 关于你的刀掉下来 你在这样子齁 你就不枉别人会讲你是什么 挺科派 还好是在讲关于你的刀 来所谓员刚刚在广告 其实刚好就有提到 就是说呢 这个周宇修的事情嘛 党籍问题 我们今天也在讨论 原来是可以有双重党籍 充实存在 当然他也去思考说 他要不要加入民众党 但我们就翻开说 之前原来有一些是可以有双重党籍 一次挂在身上的 好无论如何 这是民进党的做法 赖清德去抛出了橄榄枝给郑国会 同时也展现他的霸气态度 因为呢 他在帮这个新北永和的立委参选人 庄明渊去站台的时候 板起脸孔 这才让我可以体会到 这一落差就知道了 正没给你的 你不能要 你硬要 你就等着看我绷起脸吧 这个选区大家也还记得 原本是要给李正浩的 可李正浩因为自己的问题 所以翻船了 后来变成在地的里长庄明渊参战 昨天呢 庄明渊讲说党庄提名之后 很多人说我很勇敢 但我很害怕 瞎赖清德来永和 这里是赖清德在永和的家 赖清德就是我的靠山 讲完了赖清德不高兴耶 他直接在当场就给你啪啪两下 他说我不是你的靠山 相亲才是你的靠山 既然接了军令状 一定要全力以赴选的票量 不要开票时票数不好看 辜负了党中央的期待 舒惠议员 我先讲一下 因为我刚才看到周渝修的这个新闻 我有点吓到 党籍其实是很严肃的事情 我们有很多民众党的支持者 国民党的支持者 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们是支持者 但他们不一定会入党 有党籍 通常是你可能要从事这个 参选 公职 或是你对党职 你对这个党的认同度 真的非常非常高 你才会去入党 让自己有一个党籍 那于修在柯市府已经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以为他已经退出民进党 或者是至少民进党要求他退党吧 不是汉贼不两立吗 如果今天这个民进党的人 到官安市府来任职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要求他退党的 结果在柯市府那边任职 是可以不用退党的 甚至可以变成民进党的党员 变成柯文哲总统竞选办公室的主任 我觉得好错 到底是民进党太大度呢 还是柯文哲太大度 我实在是搞不清楚他们的这个关系 好 那也没关系 但那一天如果这样回想过来 那一天的谈判 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就是柯文哲派了两个不是民众党的 代表 不是没有民众党党籍的人 来进行谈判 因为据我了解 黄山副长之前是亲民党的嘛 好像一直也还没有正式加入民众党 起码去年参选的时候 他是用五党籍选 那如果余修也还是民进党籍的谈判的那一刻 他是民进党党员代表着民众党的柯文哲 来跟国民党谈判 谁死谁活 这整个让人家非常的逻辑错乱 所以我是今天才看到这个结果 当然我不知道说这个 这个到底大家的互信程度怎么样 或是柯市长心里面在想什么 但是如果今天两个政长已经踏入深水区 真的要谈判合作的话 我觉得政治的认同 或是政策的认同 或是国家未来的走向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之前也说了DNA不同 DNA不同没有错 但是大是大非要一样 两个政党的做法没有 各自不一样没有关系 大是大非两岸关系 这一些涉及台湾的发展跟安全的 这一些要一样 否则的话只是为了胜选而硬走在一起 到最后会不会同床异梦 甚至说翻脸无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余修这件事情上面 让我还是觉得 你可能要跟民进党稍微切割一下 不是只跟新潮流切割 因为民进党不是只有新潮流坏 只是新潮流拿的比较多 比较狠而已 但是他们各派系就是在分张 那英系也不怎么样 可是你要跟英系合作吗 我跟新潮流切割 但我跟英系合作 我跟郑国会也不错 这样子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去接受这样的合作 我很希望说蓝白可以合作赢得胜选 可是如果说必须要这样模糊的 还要跟民进党沾亲带故 我觉得很难耶 我们选民也很难接受耶 因为现在不是说要不要反律的问题 而是我们接下来的八年是要干什么 是要查这八年的弊案耶 我们接下来很重要的事情 不就是要推翻这八年的弊案 还中天一个公道 然后很多这个过去的八年的不公不义的事情 我们希望挖出来 那如果说未来联合政府里面 还有民进党在里面 我们是要怎样去挖 还是说他们都可以像周渝修一样 身上有民进党的党籍 但是人在公平正义的这一边 我觉得好奇怪 而且被发现才退党耶 不是说之前就退党 但是要挖来 说议员刚好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有一张图让大家来看看 就来挖挖看好不好 让大家发现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 是陆委会的国庆晚宴出现的国旗背板 结果呢我们的 这大家看完一看 觉得奇怪那是我们的国旗吗 因为它上面的光芒有13道 对 我的脸书 刚刚有一个朋友传给我说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国旗怪怪的 我说哪里怪怪的 他说你没有觉得吗 那我就很认真看 不对称 因为我们的12道光芒应该是对称的 在这边嘛 结果我们国庆的国旗搞出一个13道光芒 我跟大家讲 我认为八成是故意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旗的档案在网路上非常的多 而且政府机关里面也非常多 都有这些存档 这看起来不是去外面制作一面 国旗厂商制作错 这看起来是电子背板 电视墙的输出 所以他一定用现成的电子档就好啦 好 这个是我们必备的东西 你放国歌不会放错吧 都有档案在那里 你不会放成美国国歌吧 那所以他刻意怎么去搞出一个13道光芒的 这个不容易耶 而且还要对称的 看起来不是有一根突然长出来 这就是刻意去做的啊 那我就觉得很瞎 要么就是你不甘愿放国旗 然后放了一个国旗 还给我放一个13道光芒 搞错的错误的国旗 那这就是民进党的国家认同吗 那柯文哲你觉得这13道光芒的国旗 你站在他前面 你可以庆祝国庆吗 庆祝哪一国的国旗 那我们还在温馨贴上了原版的国旗 去做对比嘛 这到底是什么 对啊 而且你都觉得那里面的圆圈圈也特别小 比例失衡就对了 光芒也特别小 蓝色的部分特别大 这好像一个人眼白太小 眼睛太小 眼白太多的感觉 蛮符合美国第一面国旗 只有13个州 你稍等 我还有一个要请你帮我们来评论的 因为刚好同场加印 这个我还特别确认一下时间点 我想说会不会是因为延伸阅读 所以我们要去翻旧的故事 不是 是另外一个新闻 叫做我们的国宴菜单 来这个是我们的数位部长唐凤 他所举办的跨国网路工坊演练 然后昨天在圆山大饭店宴请来台的18个友好国家 宴会上面出现了意外的插曲是什么 菜单上面一道菜的英文附著 竟然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非中华民国 各国大使居然争相的拍照留念 圆山饭店下道歉了 说深刻检讨 我自己在我们国关中心以前接待很多外宾 所以有很多这种宴会 那宴会里头也有一些会有总统 这个高级政府的首长来 所以我大概所有的菜单我都会看过 就是都知道 后来连一些英文的菜 台湾平常你都不用的 你都要知道有没有拼错字 我觉得台湾就是 这个好像是数位部的 数位部不是花了很多钱出国吗 我也以为他们今天见识更广的一些 应该不会有这种错误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比较国际化的一个部门 譬如台湾 我就听了很多做贸易的公众 他说经济部算是比较开明的 因为经济部要知道 这个我们的企业要做生意 所以他们会比较那个一点 他们会觉得说像法务部啊这种 就是比较对内一些 那数位部现在来讲 算是属于台湾一个对外的 那对外的会发生这种错误 我觉得就是完全不在乎这些东西 台湾常常这些小节 过去我们很在乎的 这种礼仪国际场合 所有的protocol 该怎么哪个门进来什么 其实都有规矩 可是台湾现在我觉得 我们常常讲一个 说我们现在解放了 就是很多就是已经是一个开放的 什么大家怎么样做都可以 结果就会在国际场合 就会有这种失态的表现 那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公务人员 特别是这一次是 如果说是数位部的话 应该去查询 为什么你们会允许这样事情发生 拼措置很严重 这已经不是拼措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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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弄错了 这是完全弄错了 我觉得这个很严重 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的斗内 这个是Da Vinci的斗内 他说关羽的这个脱刀计呢 是三国演义当中 关公的著名战术 所以他说刚好就是侯伴那一尊关公 拖刀的举斗 所以叫大家多读点书 感谢江东小香香的斗内 说黄珊珊今天已经加入民众党了 他就要跟许会议员去做资讯的update一下 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资料补充 那对同样这几个议题下面 我想他们会再认为说这样去做这个操作 可是丢大的脸的同时 就让我们的政府去怪说是我们 还有在野党还有民众 你们才丢国际的脸 我要请问汉庭的是 像今天我们看到吴钊燮他去喊出来说 美猪你就一直把它抹成萊猪 这个会造成有可能酿成国贸问题 连薛瑞源都同场加印说已经收到了AIT的抗议 我在这边我要展现一个先前的阴谋论 那个AIT 新闻在这里 总而言之民进党已经证实 民进党证实告诉大家美方来施压关切 为什么台湾都进口美猪进口的这么少 最近的事情 不是说前年刚开放的事情 最近的事情 然后大家记不记得在今年六月到九月份的 五月到九月份的时候 大量开放美猪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政府呢 补助你买美国的猪肉 我就一公斤就补助你六块钱 好奇怪你不补助本地的猪 你却补助外来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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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是补助外来的猪 那为什么呢 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多买一点美国猪肉 好所以这个逻辑你就串起来 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啊 我们一整年进口美国猪肉 平均也才一千公顿 但今年到现在到十月就已经进口一万公顿 为什么突然这么庞大 就因为五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 每公斤的猪肉补助六块钱 所以进口商当然就 哎呀没关系啊 反正有钱啊我就进啊 那进完了之后呢 卖不出去 因为没有人要卖嘛 所以怎么办 那当然就给你换标签 当然就给你洗产地 然后呢就变成所谓的台湾猪 变成加拿大猪 继续消下去了 所以这是你表面上 已经可以看得到 它的因果逻辑非常清楚 民进党受到了压力 美国人要求我们要买美国猪 可是呢台湾没有业者愿意买 所以怎么办呢 拿纳税钱补贴 一公斤贴六块钱 所以业者就愿意买 那业者买完了之后 没人卖怎么办呢 那就洗产地 骗台湾人吞下去 所以罪魁祸首是谁 那就是民进党这打从一开始 拿着纳税人的钱去补贴美国猪 他罪魁祸首啊 然后呢他等于带头骗大家 反正没关系你就吃下去就好啦 业者有没有造假 那反正业者的事情 民进党装作不知道啊 但你想 当民进党开了这个政策的时候说 美国猪肉一公斤补助六块钱 你觉得他会不知道 美国猪肉在市场上消不出去吗 你觉得民进党不会知道吗 那你觉得决定这个政策的民进党 他没有想要进美猪吗 当然不是 他就是为了要开放美猪 那为什么 因为源头是AIT在施压嘛 好 那么我们再看到 标示不实的美猪业者 有找到一家叫做星星冷冻 这个星星冷冻呢 网路上已经有人爆料 他的老板呢叫做陈又毅 这星星冷冻除了第一波被查到 欸 标示不实就是洗产地 把美国猪肉 当成所谓的台湾猪跟加拿大猪 卖出去之后啊 而且还发现什么呢 他有第二波的继续洗产地 什么意思 被抓包了之后 他的下游厂商问他 欸 你都上新闻了 那怎么办 我们要退货啊 好 然后呢 他就讲说没关系 退就退啊 先退没关系 然后呢 我们换个包装继续卖 换个包装告诉你要 这是新的猪肉了 这已经是新的台湾猪了 新的加拿大猪了 新的丹麦猪了 那个包装只是台湾的了 对 但是呢 最后内容呢 还是本来的美国猪 对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哦 就是继续在干 这种洗产地的事情哦 那么这个陈又毅 发现是谁呢 网路上已经爆料 哇 他跟什么蔡英文啊 郑文灿啊 通通都有合过照 你如果说只是大场面合照 不是哦 都是小型的聚会合照 而且呢 政治献金捐给民进党 你说啊 那这个好像也还好嘛 对不对 任何人都可以 捐政治献金啊 但是呢 他参加的这所谓的狮子会 他的这个狮子会里面啊 然后也很多都是民进党的人 然后也通通都捐钱给民进党 好 那应该可以定性 他们这一群人跟民进党 关系友好 说这个绿友友 应该不是个过分的标签 而且他自己在脸书上都说 哎呀 你看我跟民进党这些人 关系很好 那然后呢 他的这些所谓狮子会的同行 很多也都是食品业者 在这一波当中呢 也都是使用到了标示不实的 洗产地的美国猪肉 所以我高度怀疑 高度怀疑什么呢 民进党受到来自美方的压力 说要买美猪的时候 请问民进党要找谁买 民进党一个公告下去 哎 买一公斤补助你六块钱 你觉得进口商敢进吗 进口商进来了之后 他觉得卖不掉啊 那他为什么要进呢 那是不是民进党就告诉自己 比较友好的进口业者 告诉自己比较友好的厂商 让他们去进 然后去赚这个补贴的钱 补贴的钱拿到了之后呢 再默许或者是纵容 告诉他反正怎么卖 我不管你了 你怎么卖我不管你 所以为什么这个业者 可以这么嚣张 第一次被抓包了之后 还可以继续造假 如果不是背后有人 如果不是有所依靠 那他到底靠什么 对吧 所以为什么他可以跟蔡英文 他跟郑文参有这么多的合照啊 为什么跟民进党的议员关系 都这么好啊 为什么 所以是不是这一切所谓 我们目前只抓到 就是表面上的叫美租席产地 但背后你要看到 他最前面的源头是什么 是美国施压 然后民进党又搞很奇怪的 补贴政策 好奇怪 他的猪肉需要补贴吗 真正需要补贴的话 你补助给本地的猪农啊 真正需要补贴 你应该是补贴给消费者啊 你怎么会是补贴外国的猪肉呢 所以这怎么想都不合逻辑 怎么想都不合道理 你唯一想得通的是什么 因为美国施压 所以要求业者进口 业者卖不掉 然后就是习产地 骗大家全部都把它吃下去 反正不是民进党自己吃到 好那所以关系就在说 那民进党跟这个业者之间 有没有瓜葛 有没有金钱交易 有没有其他的往来 所以检掉应该可以去查了呀 所以这些所谓习产地的业者 那他们的通年记录也好 或者最起码他们的金流的记录 这所谓的每公斤补贴六块钱 到目前为止也补助两三亿了 这两三亿 是不是又有另外一家的超司 另外一家的高登 难道不用查吗 所以目前等于是民进党说出了大实话 公开坦承AIT来对我施压 他没讲我们还可以怀疑 民进党到底是怎么会搞这件事情 现在都不用怀疑了 就是因为美国逼你 要把这群猪肉吞下去 那民进党就找了业者 那你们来吞 业者卖不出去 业者干嘛 就骗大家 然后把美国猪肉给吃下去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骗的 那当然现在也有分 正常人 我想让各位看我们节目都是正常人 我们正常我们在那边吃猪肉 吃吃吃 突然有人跟你讲说 你被骗了 你吃的是美国猪 正常人会怎么样 我们很生气 这店家你怎么可以骗我啊 店家说不知道 我也是被上游厂商给骗了 这是正常人 我们会很愤怒 但是呢 民进党的支持者不一样 民进党的支持者 在那边开始吃猪肉 吃吃吃 突然鸡材人过来 你吃的不是台湾猪 你吃的是美国猪 天哪 但我吃的不是猪啊 我吃的是台湾价值啦 我吃的是一个民主自由啦 我吃的是什么 套句陈时中说的话 我吃的是个台湾的国际地位提升啦 吃的是国际地位提升啦 粗暴的言论大可不必啦 我敢说你们现在外面都吃不到猪肉啦 这就是绿营的支持者好不好 本段影片可以剪成袖子 欢迎分享按赞加转发 其实话到你在讲啦 因为呢 2021年11月6号的苏贞昌 当时为了护航在公投过关 所以他讲出反萊猪就是反美猪 而如今要你说 不可以说美猪就是萊猪 你这样会影响到 国际上面的局势发展 言教授帮我们做最后補充 我觉得最奇怪的 我们30多年前 开放美国火机进口 对不对 到最后台湾人不吃就没有了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政府不应该当美国的销售员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波浪 没问题 快点回来 快点回来 我们目标 快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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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点回来